大家好,我是Trici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一凌晨12級第五輪繼續到騎士會游 羅馬載客挑戰拖連奧 羅馬近況回戀明顯 球隊過去兩場各項賽事斬莫連勝 今次面對曾經是手下敗仗的拖連奧 球員心理佔優的羅馬今場應該能夠贏球 另外,這場賽事音直播為大家進行現場直播 拖連奧方面,今季開局算是如此 四輪聯賽取得兩勝一和一虎,暫時有7分 不過賽季初期形勢還未穩定 拖連奧能否保住狀態都有待觀察 而中軍球隊賽季至今的表現可以看到一些情況 前兩輪的戰績一和一虎未贏過 當中與AC米蘭交手慘租1比4落敗 之後兩輪聯賽取得兩連勝 其中對手是熱蘭亞,她是星班馬 而沙蘭力坦拿只能扮演送分的角色 從她們的勝職來說 實際上贏球都不代表甚麼,所以是含金量不高 亦反映到拖連奧的抗壓能力是不好的 而且過去四次面對羅馬都未贏過 當中曾經三次被對手零封 今場可以說球員心理上未打先帖 有機會拖連奧是主場輸球的 陣容方面門爵、波帕和後衛和職和大恩相決陣 另一邊羅馬今季開局都未如理想 前三輪是和一場輸兩場 這個劣勢亦令他們一度跌到港班區 但幸好球隊目前已經找回競技狀態 上輪聯賽憑著大巴勒、劳卡古的出色發揮 最終以7比0,贏了一場大勝 球隊士氣備受鼓舞 之後羅馬亦在歐志賽場上同樣傳出喜信 兩場各項賽事合計入了9球 只失1球 攻防演出撲圍出色 羅馬最近兩次再學拖連奧都能以零封取勝 今場能輕裝上陣的羅馬應該很容易得到3分 陣容方面後衛金布拿以及艾巴咸是因雙缺陣